看一下那個答案其實第一個產生區的部分 比較簡單 就是等於MID 區2 豆點4 豆點3 這個答案的話基本上在雲端 雲端好處就是說 甚至我會跟學員講我的答案是在哪裡呢 第五頁的地方 所以你們待會如果要找的話 你可以往下拉 拉到第五頁 你也可以找到這一段的公式 如果你們要參考的話 其實很簡單 假設你打一直出錯的話 Ctrl C 選取之後Ctrl C 直接把這段公式放在這邊 上面的資料便宜貼上就可以了 打個勾 向下填滿 就OK了 這個的話呢 路接到其實也是一樣 答案在哪裡呢 答案就在這裡 這一串 但是非常長的一串 那你可以選起來Ctrl C 然後呢 直接怎麼樣 把它貼到這裡 的上面 資料便接在上面 貼上喔 打個勾 向下填滿 全部OK了 點兩下 點兩下是向下填滿 填滿到最下面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基本上 該找到的路接到 就通通都幫我列出來 那只是說呢 這個公式怎麼做出來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喔 所以如果 待會喔 有問題啊 其實 這個難度還蠻高的 假設做的過程有出現錯誤喔 不妨可以先用複製貼啦 那之後有時間的話 再慢慢 細部的再多做幾遍 因為這個是需要熟練度的 但如果你將來熟練之後 很多問題其實還蠻快可以解決的 OK喔 當然如果說你會這個方法 我想你應該絕對不會想要塗髮煉鋼了 OK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喔 第一個我們先產生區 那區怎麼做喔 首先1 滑鼠優標放在12的儲存格 OK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把這個 這個 點選上面有個叫插入函數 有沒有 將來函數都要從這邊加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那因為我要針對的是這個資料裡面 去找到文字 這個算文字喔 所以你找到文字裡面的 哪一個函數呢 叫MID MID函數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所以函數基本上是這樣 他會問你問題 你要給他需要的資料 他就給你你要的答案 那那個MID的意思是MIDL MIDL是說在文字裡面 取MIDL中間的資料 那他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喔 第一個 TEST 文字 你的文字在哪裡啊 就是你的地址在這裡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STAR的話 就是從哪一個字 開始這LUMBER 哪一個 這個STARLUMBER 意思是說 你要從第幾個字開始 幫你 取得資料啊 那我要第幾個 123 輸入4 文3區 所以輸入4 第四個字喔 文嘛對不對 那要第三個問題是說 LUMBER TRUST 那就是 意思說你要幾個字的意思啊 你要幾個字 三個字嘛 所以輸入3就好 那你會發現 你輸入完的這個公式 他其實最後的結果就長這樣子 有沒有 OK 那我們直接按確定之後的話 文3區就取得了 有沒有 有沒有按確定 那再來你就把它向下填滿了 以前是這樣按住不要放往下拉嘛 可是太多了 你有個簡單的方法 直接在黑色的空點上點兩下 他就怎麼樣 幫你直接呢 拉到最 你可以 往下 捲動有沒有 可以看到 全部都OK了 或者是如果你要把這個 範圍拉到最下面的話 你可以按Ctrl鍵 Ctrl向下 他會跳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Ctrl向下 那總共有3127列 有沒有 3100 所以如果你以前要用人工來做的話 那當然不太可能用 土法鏈鋼的方法 所以這個密的算是比較簡單的 好 第一個OK了 第二個的話呢 哪一條路 哪一條街 哪一條道 他的可能性 會有 這個後面這個字的話 總共會有 三種可能性 要不就是路 要不就是街 要不就是道 好 這第一個喔 第二個問題是前面這個字 他可能 會有 也是一樣 可能會有 零 可能會有 里 可能會有 區 對不對 三種可能性 所以都是三種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只要取得什麼 取得前面的這個字的下一個字 有沒有 我只要找到這個字 的下一個字 那就表示說呢 他的開頭 所以剛剛也是一樣用MID MID的 這個字的下一個字 所以把它加1就可以了 找到這個字的位置加1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找到什麼呢 找到這個字 的位置 減掉這個字的位置的話 有沒有 這個字的位置 減掉這個位置 那就可以知道有總共幾個字 那就把這幾個字抓出來 就是我們需要的 可是喔 這邊的話會需要 用到 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的話 就是用到Find Find這個函數 顧名思義嘛 尋找嘛 F 尋找什麼 尋找我們要的那個關鍵字的位置 OK 那第二個的話是什麼呢 如果找不到的話 有可能有嘛 有可能沒有 像如果要先找0的話 假設沒有0的話怎麼辦 會發生錯誤 發生錯誤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再幫我找0 如果再找不到 你再幫我找0 所以我們 把這個邏輯先釐清之後 接下來呢 就是把公式做出來 難就拿在這裡喔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去找到 什麼呢 先找0對不對 我們先插入函數 一樣喔 有不要放在F2 插入函數 然後呢 找什麼 一樣找文字嘛 因為phi是在文字類 這邊要類別的文字 phi的話這邊 因為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F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一樣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要找什麼字啊 fine test 我要找0 OK 你幫我找一下喔 這個資料裡面 有沒有0這個字 OK 那我們可以什麼 我們可以輸入0 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文字的話 前後請你加上 雙引號 表示文字喔 前後雙引號 然後裡面 打個0這個字 字不要打錯喔 打錯的話 就找不到 0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within test 意思說 那我要去哪邊幫你找啊 我要在地址裡面找 所以一樣點一下G2 G2裡面呢 有沒有0這個字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它回來的話會等於 等於沒有東西 對喔 不過呢 你按確定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啦 有沒有 value錯誤 可是喔 像這邊底下 這個是有0 如果我往下 往下填滿好了 填滿到這個 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11 11的話呢 就剛好什麼 他就找到這個0這個字的位置 剛好在第幾個字 這邊算過來 剛好在第11個位置 有沒有 2 9 10 11個字 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要找 把中程度抓到的話 那我就11 加1就好了嘛 有沒有 11加1 就可以從中 抓三個 就是把這個找到的位置 減掉前面的位置 就可以 把這個要了 所以 第一個啦 可是 第一個我們已經找到0的部分了 可是問題來了 上面 它沒有0怎麼辦 所以喔如果沒有0的話 接下來 第二個步驟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公式 再讓它繼續找 OK 所以第二個我們會需要第二個 第二個 函數 叫ifl 如果找不到的話 所以 特別說 這個有個技巧 如果你要把公式 再放在第二層公式裡面的話 那我們必須把這個公式選起來 不包含等號 把它什麼 減下來 右鍵減下來 這個可能比較容易出錯 OK 然後做什麼呢 再插入 如果找不到的話 如果要判斷了 所以 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類別改成 邏輯 邏輯的話 ifl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如果找不到 這個白話意思說 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我就按確定 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那就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再貼上 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 OK 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就是value ifl 就是如果 找不到的話 那就幫我怎麼樣 把繼續再找 找什麼 把那個公式一樣貼 所以其實貼兩次 那只是說把下面這個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改成0 你幫我找找看喔 如果找不到0的話 那你就幫我繼續找0吧 OK 所以我們看一下 0有沒有 有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就會找 這個本來就找到了 所以查一下11 按確定 那我往上填滿 往上填滿這樣往上拉 你會發現喔 如果呢 找不到0 就找0 你會發現 只要它裡面有0的 那就OK了 可是問題這個 這個有沒有 這個沒有理啊 只有區啊 所以第三階段怎麼樣 再來一次 再怎麼樣 如果 找不到0 你會找不到 0 那就幫我找什麼 區吧 所以第三階段喔 等於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一樣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解下來 再插入一次 再插入一次 ifl 這個邏輯裡面 ifl 然後把公式貼過來 然後底下的這個value ifl的話 記得喔 不是再貼一次喔 而是怎麼 把剛剛那個fine 就是剛剛我們複製第1次那個喔 fine 括弧 0的這個 複製 有沒有 記得喔 fine 括弧 0 逗點 g6 後括弧 這一串喔 再 把它貼到這邊來 然後意思說 把這個0的 字 改成什麼 改成區 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按確定喔 OK 不過你會發現 越來越長 然後向上填滿 向下填滿 應該喔 就全部找到了 就是 只要它那個地址是符合規則啦 但有些可能有錯誤資料 那就另當別論了 那就找完了 可是我們只有做完第1個動作 找到 那個哪一條路子前面那個字啦 第二個階段的話就是再找 路階道 然後把中間的字切除 出來就完成了 要先提一下還是要繼續講 這個 我先把畫面還給各位好了 這個 剛剛做完的這個就這一串喔 有沒有 就這一串 一模一樣的喔 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 再把這個 串 這一串呢 再剪下 再貼到 裡面去的話 就可以完成了 OK 如果假設不太熟悉可以參考 有沒有 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什麼 第一單元裡面的這個中間的地方 有個叫台北市藍色的 注意一下點位 的第 第六頁的地方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